这个女孩喜欢玩杀人游戏 她把弟弟骗到电椅上 用皮带绑住她的四肢 想让她尝一下杨教授的电机疗法 可就在这时 妈妈走了过来 看到女儿要杀儿子 不但不阻止 还让她继续加油 就这样 女孩直接拉下电闸 女孩名叫星期三 她和她的家人都不太正常 爸爸亚当斯是一个顶级富豪 因为太有钱 就许了一个千年嬉戒鬼当妻子 妈妈看到星期三 男的小刀要去杀弟弟 不仅不阻止 还给她换了一把大砍刀 她们家的管家是一个丧尸 最喜欢的是就是弹琴 可总是神出鬼没 能把人吓个半死 而这只断手 则是她们家的宠物 她什么活都干 空闲的时候 还喜欢和亚当斯下棋 虽然亚当斯一家 全都是奇葩 但她们都十分善良 而且相亲相爱 生活也过得十分幸福 可有一件事 却一直溃扰着亚当斯 在25年前 她的亲哥哥丧疗失踪了 到至今都还没有找到 而今天 正是丧疗失踪的25周年纪念日 亚当斯一家坐在一起 为上彪祈祷 然而就在这时 没外传来敲眉声 从无所赶忙去打开大门 万万没想到 敲眉的人 就是亚当斯失踪多年的哥哥 看到这一幕 亚当斯激动坏了 直接给了哥哥一个拥抱 而和上彪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个女人 她声称自己是上彪的养母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上彪根本不是亚当斯的哥哥 而是一个冒牌货 她来这里的墓地 是想盗取亚当斯的金库 而只是她假冒的人 正是自己的养母 不久前 亚当斯的私人律师 看上彪长得像亚当斯的哥哥 于是和养母联手 让上彪假扮亚当斯的哥哥 想盗取亚当斯的金库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养母谎称自己在出海时 意外发现溺水的上彪 于是将她救下 并收养了她 亚当斯丝毫没有怀疑 认定上彪就是自己的哥哥 到了晚上 上彪拿出盗窃工具 准备行动 没想到这一幕 被亚当斯的妻子丽莎看到 上彪感觉自己的魂 都要变下出来了 但意外的是 丽莎对这些撬飞和炸弹 并没有感到怀疑 原来这些东西 都是孩子们完胜的 送走丽莎后 丧彪准备睡觉 明天再行动 可她刚躺下 没突然被打开 紧接着 一只手爬到她的腿上 丧彪的惨叫声 想吃到了整个古堡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丧彪又被捉上的食物 吓个半死 没想找借口开溜 亚当斯突然说 要带她去密室 重温一下童年时光 这把丧彪惹坏了 就这样 亚当斯带她进入了密室 在密室中央 有一堆跌倒的拉环 亚当斯在众多拉环中 随手拉下一个 接着 他们就掉进了 一个更为隐秘的房间 进去后 亚当斯开始翻找 和哥哥小时候玩傻的录像带 而上彪所误打误撞 打开了金箍大门 看到满目的金银珠宝 丧彪惊了 想要伸手去偷 但金箍大门 回报就自动关闭了 而亚当斯也刚好找到录像带 亚当斯非常怀念 小时候和哥哥玩傻的时光 但上彪却对这些影像 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让亚当斯开始怀疑 哥哥的身份 这个男孩居然用剑 刺死了自己的姐弟 看到这一幕 男人急坏了 男人走过去 不下男孩手中的剑 说想要杀死对方 就要对准大动漫 原来 书面俩喜欢玩杀雷游戏 而男人也是个奇葩 无论孩子想学什么 他都会教 甚至连制作炸药 也教会了他们 但是眼前的丧彪 却不是他们的大伯 而是个冒牌货 他的目的 是为了脱骨包里的金库 而他假冒的是 也让亚当斯产生了怀疑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亚当斯用几百万 拍下自己捐赠的班纸 然后送给上彪 但上彪带上班纸后 却取不下来了 看到这一幕 亚当斯非常确定 对方不是自己的哥哥 因为这班纸 是哥哥小时候最爱的玩具 他不可能打不开这个班纸 感到被电的亚当斯 十分的生气 而另一边 上彪趁已经溜进了密室 但他不知道哪个拉环 是进入金库的 于是随手拉下一个 结果被一个机械爪子 给抓了起来 就这样 上彪就被送出了屋外 这正好被丽莎堵了个正着 丽莎虽然没有揭穿他 但却警告他 假冒亚当斯家的人 最后结局都会很惨 园子里的雕像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彪感到不妙 赶紧打电话给养母 很快 养母就上门解释 说上彪的脑袋被门挤过 所以很多事情 他都忘记了 听到这话 亚当斯消除了疑虑 还邀请哥哥 一起去打球 接下来的日子 上彪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 没事就知道炸弹 和孩子们一起玩 甚至讲故事哄孩子们入睡 而这一切 都被养母看在眼里 为了避免上彪忘记来这里的目的 养母要他今晚就动手 因为今晚 亚当斯一家会去学校 看兄妹俩的精彩表演 所以今晚 吃到取金库的绝佳机会 养母刚离开 兄妹俩就来敲门 请上彪去观察他们的演出 为了完成养母交代的事情 上彪忍痛拒绝了 可孩子们离开后 他还是忍不住 想去看孩子们的表演 于是 他瞒着养母来到学校 给兄妹俩送上了道具 有了这道具 兄妹俩将互相查查的剧本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台下的观众 却被吓坏了 只有亚当斯一家 觉得他们的表演棒极了 接着 亚当斯为了庆祝哥哥回家 特地举办了一场圣诞的舞会 而嘉宾都是亚当斯家的族人 为了应付这些牛鬼蛇神 养母和丧彪正在密谋 盗取清酷的事 这正好被星期三听到 I knew it You are a fake Come here My you too We'll see Get her 丧彪赶忙去追星期三 但星期三十分低至 很快就逃出了古堡 不久后 大家就发现 星期三不见了 你绝对没有见过 一直为送外卖的断手 他是亚当斯家的宠物手 原本亚当斯一家 幸福的生活在古堡 可有一天 他们一家被人赶出了古堡 为了填饱肚子 亚当斯一家不得已出来找工作 就在不久前 亚当斯举办了一场舞会 可舞会结束后 星期三就失踪了 于是亚当斯一家 就出门寻找星期三 没多久 他们在墓地的密室里 找到了熟睡的星期三 可当亚当斯一家返回古堡时 打没却被上了锁 律师走过来告诉他们 古堡的继承权 已经归上不了所有 看到这一幕 亚当斯非常气愤 就在这时 星期三告诉大家 上标是个冒牌货 他是为了窃取金库 亚当斯听到这话 很快冷静下去 因为他觉得 法院会给他们伸张正义的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开心的法官 就是最讨厌自己的邻居 邻居丝毫不客气 宣布上标是古堡的 合法继承人 就这样 亚当斯从一个顶级富豪 变成了穷光蛋 被迫挤在一个出租屋内 为了赚钱养家 兄妹俩决定去路边摆摊 叫卖自己特色的功能饮料 管家非常好奇饮料的味道 拿起一瓶喝下 结果下一秒 而丽莎也没闲着 找了一份幼师的工作 负责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但她讲的故事 却把小朋友们都吓哭了 而家里的宠物手 也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 别看她只是一只手 但送起外卖来 就像一台行楼的机器 看到亚当斯一蹶不振 丽莎决定回城堡 找上聊谈判 可一回到古堡 她就被养母和律师 被绑了起来 因为她进入金木的方法 而这一幕 正好被尾随的宠物手看到 于是她跑回去 把这一切告诉了亚当斯 导致希子有危险 亚当斯和宠物手回到古堡 直接破窗而入 她想去救希子 就被律师挡住了去路 结果没几下 就被亚当斯打倒在地 就在这时 杨末举起武器 威胁亚当斯 要她带上聊进入金库 如果亚当斯不愿意 她就杀了丽莎 为了救妻子 亚当斯只好去打开密室 就在她准备启动机关时 丧尿良心发现 要替亚当斯求情 结果 被这么一骂 丧雅知道 自己只是她谋杀的工具 看清杨姆的嘴脸后 丧雅打开一本魔法书 终于瞬间狂风大作起来 并是和杨姆被狂风吹出了窗外 正好掉进兄妹俩挖好的坑里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丧雅恢复了记忆 原来 她真的是亚当斯的亲哥哥 电影的最后 亚当斯一家又开始了相亲相爱的幸福生活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